他似乎也感觉到了 乌飞驰对斯文轩的疏远 似乎是真不打算管他了 让他怎么肆意放重 怎么闹 怎么丢人现眼都好 颇有几分不再多管闲事的意思 尤其是在这种 萧先生和总统夫妇都在的场合 这种维护他的时候 他都不打算出手 内心毫无波澜地看着 芸汐的亲爹替他出头 看来 他对斯文轩 似乎是真的失望了 也对 看看斯文轩现在这般模样 换了他 他对这个交中任性 没有丝毫教养的总统千金 也很失望 用不着你喜欢 你以为你是谁啊 斯文轩扭头 死死瞪着芸汐 诚意识口舌之快怼人 早忘了自己的身份 忘了总统千金 该有的休养 斯文轩 我今天突然明白 穆飞时为什么不让你参加明月宴会了 提到明月宴会 斯文轩就一肚子的火 尤其是芸汐拿了第一明元的头衔之后 更让她在意自己没有参赛的遗憾了 迟哥哥不让我去 还不是不想让我抢了你第一明元的头衔吗 有我在 你以为你能拿下第一明元的头衔吗 他都给你开后门了 你在这里瞎得意什么 哦 是吗 那你可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就你现在这样 娇众任性 没有一丁点明元千金的教养和素质 顶撞长辈 请见客人 随便一个 都足够丢进总统先生和夫人的脸面 你觉得考官会因为你是总统千金 就睁只眼 闭只眼吗 你斯文轩 不论走到哪里 代表的从来不是你自己 而是京都 是私家 是总统府 是先生和夫人的脸面 堂堂总统千金如此没有素养 从你身上的行径 直接反映父母的教育 到那个时候 你让全京都 甚至全军国的人命 怎么看待总统先生和夫人 一件小事做不好 他就能毁掉你做过的 九十九件大事 我家丫头说得好 萧老爷子拄着拐杖 站在后头 听完芸汐这番话 赞赏地点了点头 萧萧啊 就从你刚才说的那番话 你的父母 都没有尽到教导的责任 你这丫头 还有几天就成年了 同样的十八岁 同样的十八岁 比起芸汐 知书达理 乖巧懂事 你呀 可真是差远了 小云 这也是你失职 追究责任 她身为长辈 不为偏袒任何一方 错了 就是错了 只是一番见面 都是两个丫头 一样的年纪 不一样的成长环境 对比下来 还是娇生惯养的这一个 更让人操心 也更让人失望 不过 让萧老爷子高兴的是 他们萧家的孩子 没有让他失望 而思家的这位大小姐 还是让思老爷子 自己操心好了 外公 您怎么也向着他说话 他是您孙女 可我也是您的歪孙女啊 斯文轩原以为 最疼爱他的外公 会站在他这边 没想到 没想到所有人 都替这个死丫头说话 说得没错 外公也就只有你妈妈 和你舅舅两个孩子 一个成了军国的第一夫人 一个成了萧家的掌权家主 他们不论走到哪里 不论在哪一个国家 提到一个萧氏 就足够让人肃然起敬 萧家族备的声望在哪 不论是谁 外出代表的就是萧家 不是他自己 萧萧啊 你明白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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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